为了要推广种植及富裕杜鹃 万里区公所在翡翠湾草地举办了杜鹃大道栽植典礼 万里区长表示 金山万里是国内重要的杜鹃花产地 因此也希望民众来到万里都可以看到满路盛开的杜鹃花 杜鹃花相当美丽 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广种植以及富裕杜鹃 今天上午结合万里区公所在翡翠湾草地举办杜鹃大道植栽典礼 而万里区长表示万里大棚有种植大批的杜鹃花苗 不过在街道上却很少可以看到杜鹃开花 因此也希望经由这一次种植6500株的花苗 让万里的台二县从翡翠湾到大宏国小的沿路上 都可以看到满开的杜鹃花 那也结合一些教育的校外教学的一些意涵 认识在地乡土的教学 这个部分也可以生根教育 那认识我们在地的花卉 我们其他在这整个蓝带一部分 结合在地的一些任养 希望让它种得更好 那整个台二县打造为杜鹃花的一个大道 那人家过来这边 真的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 那结合景观处跟各项的资源 这个未来我们景观处这边 农业局这边甚至我们市府这边 都会来全力的帮忙 在不管我们的主要道路 这个甚至我们这些路边 只要是一个开放空间 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绿美画 除了大鹏国小在典礼当中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之外 每个小朋友以及社区居民都一起与市府长官 还有区长等人蹲下来种植杜鹃花苗 而农会表示杜鹃花适合在微酸性的土壤 而在金山平原这一带在大屯火山的地形下 以及东北风所带来的雨水 让这些土壤正好适合来育苗杜鹃花 而光是一年金山万里就可以产出 1500万盆的杜鹃花苗 而现场农会的花卉班长 也实地的解说杜鹃花要怎么种 冬天最好是给她一个休眠的时候 花吧会肥大 然后春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春天等于说 到三四月的时候还蛮凉的 所以一般杜鹃开起来蛮正常 我要30公分 30公分然后呢 然后 要浇水 要浇水 我阿嬷常常教我 就松土 必须要先松土 因为如果是硬的土的话 它的那个根就没办法往下延伸 导致它长不好或者是死亡 很漂亮因为我家里就有 在台湾看到人工种植的杜鹃花 有高达90%都是来自金万地区 而种植面积有达到30公顷 种类更是多达100种 由于这一次的贫富杜鹃花种植地点 包括了翡翠湾饭店 龟吼社区 家头社区 以及大鹏国小等12处的地点 因此未来的维护 都是由他们这四个单位来任养 一同与公所 富裕杜鹃花 记者是端一 万里采访报导